您好 先生 这是您的检测报告 您可以看一下 通过报告可以看出来 其实您爱车内部性能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怎么会没问题呢 我那些感应雨刷都用不了啊 是这样 您的这个前缝挡玻璃更换过 而且不是在我们四海店 更换的原厂的 所以导致它的雨量感应器 很多功能都不灵了 不是 你等等 不是原厂的 我那玻璃是换过 而且不是在我们四海店 就是你们四海店给我换的 是这样的 先生 如果您在四海店里 有任何的保养和维修记录 电脑上都是可以查到的 确实不是四海店更换的 不过不要紧 您现在只要换回原厂的 这些功能就全部都可以恢复 当然这个费用 需要您自己承担 保险公司是不会理赔的 您看这样可以吗 你现在来趟四海市店 马上 我说你到哪儿了 我都到林肯这儿了 你这人能不能靠谱点 每次都让我等你 行 你快点啊 把那些保险的那些资料 拿过来我要看看 学习一下啊 好 你好 女士 请问您贵姓 我姓陈 里边请 有名叫陈女士这次吧 你好 陈女士 欢迎光临请到我附近 林肯中心 请问您是第一次来 我们边看车吗 第一次来 里面请陈女士 这边 这边是我们林肯的一个百年历史 请问需要了解一下吗 先不需要了吧 这边请 那请我们的专业的首席顾问师 给您介绍一下车 您看如何 陈女士 您好 来 这边请 这款呢就是我们的全新的林肯MKZ 它呢除了采用了原来的一体式的全景天窗设计呢 还保留了我们的这个密码锁开启功能之外呢 我们采用了全新的林肯MKZ的新灰式的近期隔山设计 这样的近期隔山设计呢 会显得这个车更大气 更显示出了纯净口豪华轿车的一个品质 那这款呢就是我们的中型豪华SUV 林肯MKZ 这款呢有个功能是特别适合女性 如果在商场您购物的时候 双手拿满东西的时候 您用脚轻轻一踢这个后卫箱 会自动开启 这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功能 编 接着编 你 你看我像一个傻瓜吗 陆总 您别生气 我是做错了一些什么吗 你做了什么 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问你 我那个车险你是在哪家破保险公司上的 花了那么多钱 连换块玻璃还不在理费范围之内 现在什么时代啊 互联网时代 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记录在案的 我的脾气你是不知道吗 就你平时做的那些小动作 无伤大雅的 我就睁眼闭眼 可你现在搞鬼搞到我头上来了 当着我的面你敢正眼说瞎话 你是不想干了是吧 那你是不是以为老板摊子大了 就什么都不明白了 你用你的脚丫子好好想想 我陆明也是白手起家 一路走到今天的 就你那些弯弯绕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我懒得跟你计较 陆总 您已经被生气 我也是被人蒙了 我也是被那个换玻璃的地方忽悠了 要不您看这样行吗 我自己掏钱把您的玻璃 换成原装进口的 你看着吧 稍等 你们刚才聊的我都听见了 多大点事 至于动这么大干活吧 你是谁啊 我姓陈 刚刚从美国回来探亲的 正好我约了一个做保险的朋友 在这儿见面 他做的是国外的保险 腹盖面比较广 佩服率也比较高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把它介绍给你啊 我没兴趣 三界 披护 可都是我们的大客户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 方便的话 我们就留个微信 一会儿他来了 我让他联系你啊 好啊 好了 我叫陈晓菱啊 一会儿让他联系你 好 不用生气 陆总 这是需不需要我 你脑子真的是被门挤了 这样的货色我能看得上吗 你赶快把玻璃的事情处理好 我等会儿 我给你小子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你去给我查查他的底线 好 这就继续办 谁去给我自己处理好 谁去哪儿呢 怎么没想到什么 来啊 有什么事 都好 好呀 你啊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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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 欠我的房租我都收拾了 不过你这间房子呀 你就别惦记了 我已经租给别人了 不是 我不是要租之前那个 我是记得您好像 还有一处 别的什么房子是吧 我 我想租个便宜点的 来 相反 看见没有 就是这么个条件 李哥来了 就知道玩 也不上门 我跟你说啊 现在这进城打工的人 越来越多 租房子的 也越来越多 这房子只要空下来 马上就有人租 钱都捡不住 正好是这间小屋 现在空着呢 你看看 如果要是行啊 你先凑合两天 我有能去这地儿就行了 我看眼下 那你看看 哥 今儿谢谢你啊 你也甭谢我 你啊 就踩踩实实在这儿住着 不过咱们把话说好了 你别跟上回一样 让我追着你屁股小天 哥 这么大房子 你买下来得花多少钱啊 我哪有钱买这么大房子呀 二房工 知道吧 你人对缝啊 松明 你先忙 好 你慢走啊 哎 怎么了这是 心情不好啊 没有 你遇上什么难题了 也许我可以给你帮个上忙呢 还不都是陆总民害的呀 这话从何说起啊 你是打算还瞒我呢 自然界新一季的广告竞标 你们华盛也参与了吧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 是啊 这个 我们华盛的确是在争取 而且是 志在必得 你不知道这个事 是我在偏激负责呀 我当然知道了 但是 这件事情我也希望 莉莉你能体谅 这毕竟是我们华盛广告公司 的第一大单 我总不能因为 我们俩的感情就 不够放弃吧 你还倒真是坦诚啊 你还倒真是坦诚啊 不过我也实话跟你说吧 这个事就算做成了 对我也没啥好处 此话怎讲啊 水太深了 我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 你们公司内部的事情 我当然是不太清楚啊 我有个道理我还是明白的 所谓 人往高处走 谁往低处流 既然你在医院 得不到你想要的东西 那何必还继续留在哪儿 被她卖命呢 听你这意思 你是想拉拢我 不敢不敢 我这个小妙你也看不上嘛 我只不过是为 莉莉小姐您着想而已 毕竟人工作 除了生存还为了发展 当一个地方的环境 不适合生存发展的时候 为自己留条后路 也不是件坏事吧 我明白你是为我好 但是 脾气对我也不薄 吃了饭早晚的事 我实在是做不出来 还是谢谢你的好意啊 不客气 这也只是我的一点建议吧 我们不说这些烦心的事了 我知道有一个温泉新开张的 环境特别不错 我们不如去放松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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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你的事我就听说了 那个 这些就留给老人家吧 不用 我该留都留了 这个您拿着吧 张总 这个 我一片心意 不不不不 真的不合适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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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心意我很感动 谢谢你 好好感动 宏心 你怎么又来了 咱们好久没一起看电影了 买了两张电影票 一起去看吧 你去看吧 我不想去 这个人一点情绪都没有 回去算了 今天晚上妈没在家 童童也没在家 要不然咱俩去吃饭吧 我请你啊 真的不用 下班 我先走了 一两回看 好 谢谢张总 好 谢谢 你怎么过来了 我给儿子买点吃的 穆迪呢 他还没回来呢 怎么买那么多东西啊 我发工资了 欧阳 我给你买了一些化妆品 之前我也没少气你 你挺不是我费心的 我挺不好意思 拿着吧 那我收着了 走吧 上去吧 穆迪总念叨你 一起吃晚饭 好 帮我摘下豆角 美洋 我有个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说啊 我那天在张红青公司 看见她前妻了 我知道 她前妻接她下班 感觉两个人还挺亲密的呢 她自己家的事她会处理好的 你怎么又去找她了 其实我这工作是她 把我介绍了 我拿点茶叶去谢谢人家 你又找她 不是 是她找的我 不是我找的她 那你怎么之前没跟我说啊 我没告诉你 是因为 我觉得你挺聪明的 我想说你迟早也会知道 好 安美洋 我现在那个工作做得挺好的 然后 我们经理还夸我了嘛 不是等我钱咱够了 把那个 忙到治病的钱还回点 妈的钱你不用还 她对我养育之恩 我本来就应该出的 戴下班 你现在自己找着工作了 一定要好好干啊 别好搞无缘的 踏踏实实的 不求你做出什么事来 但最起码要把眼前的事做好 要努力一点 是 我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洗心革面了 真的 别人能干的事情 我一样也能做 相信我 你别乱来啊 哥 你怎么来了 我有件事想找你商量一下 哥们儿 我这儿都累了一天了 改天行吗 不是 就在那儿说一会儿 我等你 等你很久了 事真多 行 有什么事说 哥 我想问一下 你那个大房子 你要是整个租给我 大概能够给我多少钱啊 租给你一人 你可想好了 这可不是一小数 咱俩打交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能按着月交我房租 我就烧高香了 行了吧 不是 哥 我是这么想的 你那个 你那个大房子啊 里面那么多人 你说万一神没续上 你这不是还不够你操心的吗 你说你 你整个租给我 虽然你少正一点 但是你不省心省事吗 你省的时间 还能干点别的 是啊 也是 要不这么办吧 我给你交个提议 我也不黑你 一个月你给我八千块钱 八千啊 兄弟 没打听好行事 就想当二旁东啊 行了 听老哥的话 回去洗衣睡吧 回去晚了呀 洗澡水都没了 就这么终 喂 美瑶 你在干吗 我在公司呢 处理着都这样两个案子 怎么了 我想见你一面方便吗 这么久没见 有没有想我啊 特别想你 真的啊 我觉得你瘦了 这阵子公司特别忙 当然了我也知道 你之前那忙家里面的事情 还要照顾穆迪肯定特别累 但是你要多吃一点 好好照顾自己 对我那么好 每天给我打好几个电话 还微信我问我吃了没有 睡得好不好 好 我都知道你在想我了 老太太那边需要什么帮忙吗 你千万不要跟我客气 红星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 而且你还帮夏凡找了份工作 她跟你说了 嗯 夏凡这个人呢我是知道的 你能帮她找一个稳定的工作 真的挺好的 但是我真的不希望她再成为你的负担 没有什么负担 那她还跟你说了什么别的吗 你在 那么紧张干吗 知晓琳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呀 她这个人嘛 就是这个样子 反正我不希望你因为她不开心 家里的事情呢你自己处理好 不过旧情复然的话我会知错的 你不是说过吗 你不是说过吗 只要咱们俩之间没有缝隙 敌人就没有空子可钻 饿不饿 去吃饭 我都准备好了 盛装出席的 走吧 陆总 你让我查的事情已经查清楚了 没想到她竟然是张红兴的前妻 这个张红兴啊 可是我们现在最大的竞争对手 您是打算对她下手 一个前妻能够对张红兴 有多大的威慑力啊 不过是白费功夫吧 有时候对付一个人 不需要全面地打击 拉拢也能够达到同样的 您是打算利用她 每个人内心都有欲望 她的欲望就是她的弱点 只要找到这个弱点 就能够事半功倍 你再去帮我查一下 这个女人的具体情况 我的车保险就交给她做吧 记住啊 别办得太快 我这么做的目的 是为了稳住她 你明白吗 您放心 我心里有数 她在玩什么呢 你管我呢 你妈呢 洗澡去吧 放进去 你工作起来吗 您要有什么事呢 直接问我啊 不用聊晚点 你妈什么情况 你这进步挺大呀 终于知道跟我妈了啊 她为什么回来啊 你不知道吗 跟戴维闹班了 她为什么跟戴维闹班了 就是为了你啊 我怎么觉得你不是关心我妈呢 你套我话呢是不是 我为什么要套你话 你要是真的关心她 她自己去问她 神经病 你怎么过来了 孩子上课呢 正上呢 我买了恐龙 她不是喜欢恐龙吗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种东西 维扬 我有事想跟你说一下 什么事啊 你 你能借我点钱吗 多少 五万 借那么多钱干吗呀 我想做点小生意嘛 做什么生意啊 你别瞎折腾 不是 我这几天想了一下 我那个工作的工资 哪儿够付我妈的医疗费啊 我想说赚点钱 夏凡 医疗费我来出 不都告诉你了吗 这你不用担心 你呢 就把这个中级工作做好 踏踏实实的 只要我和你妈 也放心一点 还有啊 生活上的费用部 你跟我说 我给你拿点 做生意识别想了啊 你进去看盐啊 你进去看盐啊 喂 张总 你也知道 我妈这次的手术费用 是美洋出的 然后 其他后学康复和治疗 还得不少钱 我也真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只会装大一把狼了 怎么着 为了我自己 为了我妈 为了美洋和穆迪 我真得努力赚钱 老师跟我说了 你很努力 挺好的啊 可是你也知道我 我刚刚终结这一行 我手里其实也没什么 大客户资源 公司这点工资 其实撑死就够养活我自己 现在看着美洋每天为我妈付出那么多 我真的特别想做点什么 也负起我一个做儿子应尽的职责 张总 我有个朋友她是做房东的 然后她手里有个大房子 她现在辛苦她不想做了 就再找我帮她转租出去 我看了一下 她那个大房子里面 其实已经有租库了 只要我有资金 把这个房源给揽过来 我就肯定是能赚钱的 所以我今天就想请您过来 我想问问您能帮我一下吗 这件事情你跟美洋商有的功 你又不是不知道 美洋她对我有成见啊 其实我想好了 终结这一篇 我肯定不能落下 然后二房东这边我一起做 我现在这个情况 肯定不能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了 你下多少钱呢 不多 五万就够了 您放心啊 我做充电这段时间 我把这门道摸得透透的 我也肯定会注意和小心的 然后 我今天这借条 我都给您写好袋了啊 连着上次进行的那两千块钱 我加在里边了 然后等着钱回本了 我连门带西一块还给你 只要你愿意踏踏实实地干 在我能力范围内的 我愿意帮你 那事倒也不是坏事 可是我要提醒你 你一定要照你们中间公司的规矩来办 明白吗 您放心 我这回一定踏踏实实做事 老老实实做人 小蓝 生分证分键 行了 对不起 借人借 没有问题 来 这个是三个月的钱 一会儿签完合同 我把剩下的钱给你 我这一年的钱都给你了 你怕什么呀 现在啊 什么事都得谨慎 小心点好 我这个房本身份证 你不也都看了 这房子没有任何毛病 你心里住的也踏实 咱们这是先小人后君子 来 把合同去 这份归你 这份归我 房子就交给你了 有任何事随时打电话给我 那我先走 好 把财啊 慢走 慢走 告诚 陆总 正如你所谅 这个女人呢 果然不是什么上游乐童 马上给他打电话 我要见他 重大情报 重大情报 事故我要见我了 然后呢 说了一大堆云城武装的话 但是还是被我谱别出了重点 是什么 这次自然界的案子 公开招标 他在温斯顿酒店包了一整层 请了各路的记者 公开招标啊 谁也不用耍花招了 做成什么样 大家一目了然 张鸿青同学 成不成功 全看你了 是 陆总 你好 请坐 陆总 上次说的保险的事情 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 你要想好了 直接找我买 我可以给打折 陈小姐 那个是小事 比起那些来 我其实对您更加感兴趣 对我 我姓陆 陆明 华盛公司的董事长 我找您其实是 有件事情想请您帮忙 找我帮忙 我除了能卖保险给你以外 我还能帮你什么呀 陈小姐 其实我不光知道 您叫陈晓琳 我还知道您有个女儿 叫张铜 您还有个前夫 叫张鸿青 而且你最近好像 在美国遇到了一些困难 是吧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是美国 那边人派来的吧 陈小姐 咱们摊开来说吧 六十万美金 对于现在的您来说 可能是个天文数字 就算你的前夫张鸿青 也未必一下子能拿得出来 有句话我不得不劝你 做正确的事 永远比把事情做正确更重要 有时候 换条路走可能会走得更顺畅 你别说这些玄乎气玄的话啊 你到底想干吗 我想要一样东西 而这个东西 只有你才能帮我拿得到 如果你帮我把事情办成了 我可以把整个案子收入的百分之四 作为对你的奖励 这些钱 虽然还不能完全应付 你在美国的那些困难 但也足够你在国内 舒舒服服地过一阵子 你想让我帮着你害张鸿青啊 我能说是害啊 我其实是在帮她 同时也是在帮你 帮我 你想想看 你现在最大的劣势是什么 沈小姐 你一直在被张鸿青压着 如果我帮你把她打到谷底 这个时候你再把她拉起来 她还会像现在这样对你吗 你考虑考虑吧 我等你给答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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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汤姆 这个方案的方向 你跟石总那边沟通过了吗 沟通 民事在沟通 他就是不听具体方案 这次玩的呢 就是公开招标 现场则优开标 我觉得挺好的 那位泡皮这回的设计方案 非常完美 我认为我们是胜券在握 那就是没什么进展了 马萨 你那边的内线怎么说 您放心吧 石总那边的预算呢 我们已经摸好底了 假消息也已经放出去了 对外我们爆出的 是这个数 就算对方也安排内线 爆出比我们更低的价钱 我们也好有个降价的标准 过得着 降价是下下策 投标是跳水 就算是公司中了标 对业绩也会有影响 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工作做到前边 通过标书 大家对这个投标公司 要进行一次迅速的摸底 比如他们的注册资本 以及之前的成功案例等等 这样能帮我们卡掉不少竞争对手 让他们没有机会参与 这个后边的这个竞价投标 还有啊 我们可以找一些友商来帮忙围标 对了 玛莎 你到时候根据情况来把握一下 好 我跟你说的去准备 大家对这个方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既然都没有意见 那这次的招标会就定破派的方案 但是一定要注意啊 严格保密 还有啊 招标会之前辛苦大家一下 把推进情况及时地汇送给玛莎 由她来报给我 大家散会 散会 草坑里的骂眼蹦不了几天了 她的做法实在是让人难以认同 不过我们还是要选择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不要随便批评她而已 就你 素质高 一批那个谁 上班呢 叫着她一块儿咱喝一会儿呗 不行 我去接童谋 你那前妻 真是无耻的 上打次了 孩子都不接啊 素质素质啊 关美杨这个厚的 我都不愿意 师傅 你回头这个龙头帮我多安几个 因为我人多 然后麻烦您速度稍微快点 我着急用 没问题 我一会儿看一下线路立马就开工 我就加班啊 也把这活给您干完了 好嘞 谢谢啊 你刚刚看着会多少钱 你算给我 很嘞 师傅 这三个灯的灯泡 你帮我换一个亮的 好嘞 然后这玻璃灯照你小心点 好嘞 你放心 还有这边下的灯也是 换动特别亮的 好嘞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这管子小心啊 放地板上 地板上就住人呢 夏师傅 您这墙是个车重墙啊 这放 帮他防腿拳 那只这这墙来支撑呢 你把它全拆了 容易出现危险 不是 我 我不全拆 我 我打到这儿 我说呢 要全砸了就太危险了 因为我把 我把这边打完之后 我多三四平米 我能放上床 多收一份的资料 行行行 您出钱 我干会儿 您说怎么干 我就怎么干 我干会儿 您放心行吗 好 谢谢啊 谢谢 好 大哥 你这水管 那用什么材料 哪个便宜用哪个 这租的房子又不是自己家 好 好吧 大哥 这房租吗 租啊 彤彤 你怎么就自己跑回来了呢 今天放学早 我就坐地奥妈妈车会 那你应该打电话告诉我呀 你知道我在学校门口 足足等了你一个小时 下次再这样子 你要提前告诉我 就算我去不了 我一会儿让你妈去接你 我妈 你这时候想起我妈来了呀 但我请你以后 别用得着的时候想起她 用不着的时候 一句话也不笨的 我是那样的人吗 你怎么可以这样想我呢 我怎么想你了 我想错了吗 我只知道你每天约会 别人的事情 你丝毫都不管 你在说什么呀 我所有为你做的事情 你都看不到 我看到什么了 我只看到妈妈生病的时候 你不在乎 你却管着你自己的事情 你妈生什么病 她身体怎么了 你现在知道关心我妈了 对不起 我无口分口 但我也请你以后 别照顾不了我的时候 别把所有责任都推卸给我妈 我不会 我从来没想过这么做 是 或许有些地方我做得不好 但是我也很努力地在弥补 你弥补什么了 你是弥补从小没管我 把我一个人留在国外 还是弥补 我想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却把我最喜欢的 姜老师给赶走了 还是弥补 我想作为一个好爸爸 给我一个幸福的家庭 却不跟我妈妈复婚 那是跟那个关美杨在一起 彤彤 你还小 很多事情你不懂 我不用懂 我只需要知道 你既然生了我 你就得为我负责 就要给我一个完整的家庭 就是和我妈复婚 复婚办不到 彤彤 大人间的事情 我现在很难一一 向你解释得很清楚 但是我想请你理解 我是真的为你着想 我想尽量满足你所有的需求 我不用需求 我只希望你能跟妈妈 好好复婚 照顾好妈妈 怎么了 不说话了是吗 你不是说要弥补我 要给我一个完整家庭 做个好爸爸吗 但是你连这些你都做不了 张红星 你自私 你不负责任 你别以为在那个破坏子 工作就是个好爸爸了 别以为你每天陪我回家 吃个饭去个公园 就是个好爸爸了 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爸爸 你不配 你不配 不配 我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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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摆在你面前 只有两个寸 要么用最快的速度 把地下前霜的前 全部放轻 要么你和你的女儿 就不想回来 张悟兴 这次算我对不起你 妈 你嘀咕什么呢 你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妈妈怎么没听到啊 我刚刚可敲门了 你没听见的 妈妈刚才在想事 走神了 妈 你脸色怎么那么差呀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慢点 慢点 我去给你倒杯水吧 妈 没事 妈妈有时候会不太舒服 这儿有点闷 有时候会疼 不光妈妈都习惯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妈 你要实在不舒服 就别强撑了 真的 我上网查过你这种情况 一定要积极配合治疗 不能再这么拖下去了 真的 医生至少可以让你 紧添点痛苦吧 妈妈这个病在美国 查出来都没办法 在中国更没辙了 其实现在国内的医疗水平 还不比国外差 我回来以后 还听说这个中医 她这效果可能更好 我要不过几天 我带你去看中医吧 宝贝 你的好心妈妈都知道 你要真的心疼妈妈呀 就好好学习考个好成绩 让妈妈高兴一下 另外你也得抓紧 帮着爸爸妈妈快复婚 了缺妈妈一个心愿 维卡 那这个是公光打无教导 你对她这个人怎么办 聪明 圆滑 看上去挺傻 其实她很精明 就是个十足的商人 之前啊 其实已经谈得很好了 也对我们华盛表现出了 很大的兴趣 这眼看马上就要招标了 这态度忽然又冷下来了 这忽冷忽热的吧 搞得我心里挺没底的 嗯 保贬看买主吧 她现在实力强了 当然想更上一个台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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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